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果酸太酸的問題 如果你是一個新手 或是說常常會有沖酥的咖啡 太酸的現象 其實這不是太好 而且其實對大家來說 可能會覺得不太適控 所以學長以下就整理了 十個大家比較常常發生的現象 大家可以來思考一下 你有沒有中招 如果有的話呢 可能稍微調整一下 你的咖啡就不會那麼的酸囉 可能就會有填口 或者是喝起來比較均勻的 首先第一點是使用烘焙度 比較中焙的豆子 不要太淺 因為其實現代人當然很流行 喝淺焙咖啡 但是淺焙咖啡 事實上來說 它的豆子會比較硬 然後它的豆子 它比較不容易吸水 所以在沖煮過程之中 比較容易做出過多的酸質 所以這個時候 稍微選擇烘焙度高一點點 也不一定要很深 可能是原本是淺焙 變成中偏茄 或是往中焙的方向走 你一樣可以喝到很多的香酸 沒有問題 不會因為中焙就完全沒有香酸 但是你的酸質可能有效的減少 你喝起來的四口性會比較好 那可以等到你技術比較好一點的時候 再來挑戰比較淺焙的咖啡 對於新手來說 會比較不會有那麼多的挫折感 而且甜度喝起來也比較舒服一點 那第二點是把你的研磨度調細一點點 因為研磨度會影響咖啡的風味非常非常的巨大 尤其是酸甜的比例 當然你的粉就是比較粗的情況之下 你的粉就可能撐不住水 水會瘋狂的往粉的往下流 就會穿過去了 那這種狀況之下最容易做出過多的酸質 所以稍微適度的慢慢的把研磨度 從粗往正常質調一點點 調細一點點 調到一個比較適中的狀況 你的酸質應該就會適度的降低 那個酸甜比例會隨著你的研磨度越細 你的酸質降一點甜質增一點 那如果覺得還不夠的話 再調細酸質又會降一點 甜質又會增一點 直到你覺得酸甜的比例差不多的情況之下 就應該是比較適合的研磨度 所以這個部分一定要特別注意 那第三點是把你的水溫提高 因為水溫跟你的酸甜也是成症相關的 如果你的溫度越高 你的酸質會越不顯著 你的甜質跟口感會比較顯著 那你的水溫越低 那你的酸質就會越顯著 所以相對來說 平常學長就建議大家 使用90度左右的水溫 但如果你的水溫只有85度左右 那很明顯的是你的酸質 一定會比平常的喝起來還要再更顯著 甚至於如果到80度的話會非常的酸 那如果你到95度的話呢 酸質就會明顯的降低 甚至於沒有酸味 那95度以上就比較容易出苦澀味 所以就比較不建議 所以建議大家最好是使用有溫度計的手沖壺 或者是使用溫控壺 都可以讓你的水溫更穩定一點點 那很多人他可能就是 飲水機的水倒到手沖壺裡面就沖 通常這種都會低於90度 所以這也是大家容易出酸味的一個主要問題 那第四點是使用流速不要過快的濾杯和濾脂 那所謂比較快的濾杯大概包括像V60 像折子濾杯 西芒濾杯流速也蠻快的 這些都算是流速快的濾杯 就很容易又讓它的酸質變得很顯著 所以可以考慮呢你可以換一個流速 略為慢一點點的濾杯 譬如說像一些T型濾杯 或者像蛋糕濾杯 它也是比較慢一點點 或者像是Kono 客氣 它的流速都算是比較有控制 就比較不容易只沖出酸味 可以做出更多的中段 後段的味道就會比較均衡 那如果你就是習慣使用固定的濾杯 比如說你就習慣使用V60 用習慣了 你不想換 那你可以考慮換濾脂 因為現在出了非常多各式各樣流速的濾脂 想要換個慢一點的濾脂 可以換譬如說可樂排的極 它是棉座的濾脂 它流速就慢很多 跟今年款的可樂不一樣是棉座的 或是像哈利歐的濾脂 或者說像川本的濾脂 它流速算是比較慢一點點 那在沖出的過程之中 你就會發覺說 流速變慢一點點 你的酸質就不會那麼顯著 或者填質會增加 就不用換濾杯 換濾脂也可以打到 降低酸質的一個方案 那第五點呢 是把你的給水變小 因為當你的給水越大 就等於說我們同一個時間點上 有更多的水呢 是會浸到濾杯裡面 水壓力比較大嘛 就會快速穿過你的粉塵 就導致你的酸會變增加 所以呢 當你覺得太酸的情況之下呢 把你的給水直接放小 就是其實你沖煮了整個方案 都不變的情況之下 該悶症悶症 該給水給水 不變的情況之下 只是把水變小 就可以有效的讓酸質降低 喝起來就會比較不酸 會比較甜口一點點 所以這是一個簡單 而且很直覺的一個沖煮法 那也不要覺得說 要調整幅度很大 所以小一點點 其實對於甜度的增加 就會很有感了 所以不用差太多 再一點點就有差異了 那第六點呢 是增加你的斷水次數 因為呢其實一般正常的人 在沖煮過程之中 等悶蒸之後可能兩次斷水 是很多人喜歡這樣子沖煮的 那你把兩次斷水呢 等比變成三次的斷水 其實整體的酸質就會降低 為什麼呢 因為每一次的斷水呢 都會讓你沖煮的時間 變得比較長 粉跟水接觸時間都會變長 那這樣子酸質會降低 甜質會增加 那這個手法本身也是蠻簡單 而且很實用 所以如果你碰到一些 比較酸的豆子 你用這個手法的話 是可以有效 而且立即的改善的 而且也很容易執行 第七點呢 是把悶蒸時間增加 因為悶蒸它其實有一個 非常重大的作用 就是讓你的咖啡粉 原本是乾乾的 像吃飽水以後 開始釋放出一些物質 所以對於大部分人來說 如果你悶蒸沒有做得 很好的情況之下 你的咖啡粉裡面 沒有吃飽水 它的物質的釋放 會比較緩慢 所以就一直在釋放 酸質的部分 甜質的部分就不釋放 就會導致於你的 整體充製起來 比較清淡 甚至於過酸的狀況 所以如果碰到 這樣的狀況的話 把你的悶蒸時間 適度的增加 譬如說原本可能是悶 15秒 20秒 悶到30秒 甚至到40秒 讓咖啡粉 開始吃到更多的水 它的風味釋放的狀況 會比較正常的情況之下 就會釋放出 比較多的甜 口感的部分 然後去中和你的酸質 喝起來就會比較舒服 不會那麼過酸 差10秒 其實整體的風味 就會往後走蠻多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 不錯的方案 那第八點 是使用兩次悶蒸 那兩次悶蒸 其實是比較針對一些 極淺焙的豆子 或者說極硬的豆子 譬如說像藝劑 這種硬度很高的豆子 因為越硬的豆子 悶蒸的失敗率會越高 那如果這種硬的豆子 即使你在給水的情況下 它本身水就流光了 就會在把悶蒸之間拉長 你可能也 效果也不太好 但是呢 你如果使用兩次悶蒸的話 是可以有效的 讓粉吃爆水 那怎麼樣使用兩次悶蒸呢 就是原本的悶蒸呢 可能是一次 40cc的水 那把它分成兩次 譬如說15cc 25cc 或者是20-20 其實都可以 重點就是把它分成兩次 好 讓你的咖啡粉 那時候乾乾的時候 先吸一點少量的水 讓它形成一個抗煮 第二次給水的時候 它就可以撐得住 就不會一下子就流掉 就可以對於一些硬豆 對於一些極潛焙的豆子來說 它就可以讓你的悶蒸是有效化 而不是失敗的 後半段的萃取才會比較正常 甜質才會增加 不會過酸 所以對於硬豆 易激這種豆子 使用兩次悶蒸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案 那第九點呢 就是增加往外繞圈的比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在沖煮過程中 大家可能會習慣 一個是在正中間給比較多的水 第二種就是順勢的往外繞圈 尤其是錐形濾杯 正中間的流速呢 是在所有位置裡面流速是最快的 那外側流速會比較慢 所以一般來說 像學長 我比較喜歡喝酸質高一點的咖啡的情況之下 我正中間的比 停留的比例就會比較高 譬如說所有的沖煮呢 三分之二的水量呢 我都會停留在正中間 這樣子就可以做出很明確的酸質 那外圍呢 我往外繞圈可能只有只在三分之一 那如果你想要調整這個狀況 我不要那麼多酸 我要多一點填質的話 停留在正中間的時間呢 就可以減少一點 譬如說我把它變成三分之一 停留在正中間 三分之二往外繞圈 整體的流速就會降低 喝起來填口的程度就會明顯 所以呢這也是一個很簡單 而且很立即可以調整的一個方式 那最後一點呢 是使用沖力比較柔軟的手沖壺 有些手沖壺它的設計啊 壺嘴譬如說太細的啊 或是說它的壺管很長 它衝出來的力道很強的 壺身給的壓力比較強的情況之下 你衝出來的力道就會比較強 這種很強的給水呢 在碰到咖啡粉的時候 咖啡粉可能會撐不住 會被你的給水穿過去 一穿粉的酸質就會暴增 而且會很清淡不好喝 所以這個時候呢 要嘛就是你稍微練一下你的手沖壺 不要讓它那麼的暴力 把你的粉塵沖散 要嘛就是挑一把 口勁不要那麼的細 力道不要那麼強的手沖壺 它就可以讓你的粉塵 碰到粉塵的時候 不會那麼暴力的把粉塵沖散 不會直接穿過去 會停留在粉塵的時間 會比較長一點點 這樣子的話呢 也可以讓你的酸質降低 那讓你的甜質變更多 OK 那以上10點呢 就是學長建議大家 如果你碰到強酸 或是過分酸的情況之下 可以來探討的點 那如果各位呢 回去看 稍微研究一下 這10個點是不是在你的沖壺過程中有發生 如果有發生3個點 甚至於5個點的話 那你的咖啡酸也是正常的 那就趕快來調整 就可以達到比較好喝 不會那麼酸 而且比較四口的咖啡囉 OK 那我們今天的咖啡沖壺攻略 也說到這邊為止囉 謝謝大家 下次見 掰掰 稍微微码